夏天高温颜热,气温更是屡创新高,只要有冷气可以吹,任何地方都能成为避暑上帝,但冷气如果吹过头,小心吹出过敏性鼻炎,鼻水,鼻涕,鼻色样样来。 教你六个不学会后悔的小技巧,让鼻子不再堵塞,呼吸顺畅,将一只盐巴与一杯温水混合,用低管吸取盐水,投向后略清,把盐水滴入堵塞的鼻孔等待十秒后,再温和的将盐水以及鼻内粘液排出鼻孔,冲热时至二十分钟的热水澡,将水温调整成身体,能够承受的最大程度。 不断的深呼吸,让水蒸汽帮你通鼻,觉得洗澡太花时间,另一种同样利用水蒸汽通鼻的做法为,准备一碗加入干菊茶的热水,并在头上放置一条毛巾,把脸靠近碗的上方接收水蒸汽。 睡觉时,用枕头尽量将头部脱高,以背部与床接合的睡姿入睡,能减缓凿起鼻色的情况,将暖暖包覆在鼻子上,同时饮用热水,吃薄荷糖,能帮助鼻子呼吸通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哦!